我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女生 所以呢我一旦变胖 我一旦脸上长了很多痘痘 我心情就会很差 然后我就 我那时候吃了那个医生来开的药之后呢 我其实身体也会不舒服 因为那个药的副作用 就是会让人家头晕嘛 想吐反胃之类的 那我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需要专注力的 所以我一旦吃了医生开的药 第二天就会非常不舒服 对我的工作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到后面 我是有一点放弃状态 因为我想说我有吃药 我又不能工作 但是我没吃药 我因为那个生理期就不会来 那我就想说那算了 我就只好就是不要 就是因为我不能影响到我的工作嘛 所以呢我就只能放弃 不吃医生开的药 然后就开始身体水肿 然后变胖 然后其实我一边是难过 但一边又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 然后我就有一次跟我妈妈 就是Wendy老师聊天的时候 讲到这件事情 然后呢她就开始就是叫我吃脑力剑 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说 我连吃医生开的药都这么不舒服 而且有时候还是 还是生理期没有来 我稍微压力大一点的时候 生理期还是没有来了 我怎么可能吃了脑力 你的保健食品之后 我的生理期就会正常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点 死马当活马医的那种感觉 想说算了 反正我吃吃看 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就开始吃了三两个多月的脑力剑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停药了 就是已经停医生开的药了 然后我就吃了两个多月的脑力剑 然后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再开始变胖 体毛也没有再长 然后我的皮肤状况也是越来越好 然后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的生理期正常 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 就是我连吃医生开的药都没有 不一定有用 但是我吃了脑力剑之后 居然正常了 对